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2024年,赵丽颖演绎三部带播立作,粉丝期待直报表 这三部剧作各剧特色,无论是古装神话还是现代传奇,都让人目不挟接 首先,与凤行作为赵丽颖产后付出的首部作品,备受瞩目 这部剧集将展现赵丽颖在演技上的新突破,同时也将呈现她与搭档的默契配合 此外,该剧的制作团队实力雄厚,保证了剧集的高品质 其次,《楚门奇迹》是一部充满奇幻色彩的剧集 赵丽颖在剧中将扮演一个勇敢的女性角色,通过不断努力,她将克服重重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部剧集将带给观众无尽的惊喜和感动 最后,第二十条是一部现代都市情感剧 赵丽颖在剧中将与实力派男演员合作,共同演绎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该剧情感真挚,情节紧凑,备受观众期待 总之,2024年赵丽颖的三部带播剧作各剧特色,无论是剧情还是演员阵容都十分强大 粉丝们可以期待她在剧中的精彩表现 相信这些剧集将成为2024年电视剧市场上的佳作 2024年即将迎来一波剧情精彩分成的视听盛宴 赵丽颖将携三部带播剧作震撼登场 粉丝们的期待值已经爆表 在这个全新的一年里 观众们将有幸目睹赵丽颖的出色演技 以及她在不同角色中展现的多样魅力 这不仅是一场演技的盛宴 更是对影迷们的新年献礼 首部立作将如何为我们呈现出赵丽颖全新的演艺风貌 这是粉丝们心头的疑问 而赵丽颖的演技实力必将为观众们带来一场感官盛宴 她在剧中的角色将成为观众心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令人期待不已 在这一新的艺术征程中 赵丽颖将为我们展现她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出色表演技巧 她不仅仅是演员 更是情感的传达者 将每一个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 引领观众踏上一场感情之旅 2024年 赵丽颖的三部立作无疑将成为影视圈的一大亮点 观众们可以期待在影评前度过令人难忘的时光 感受到赵丽颖独特的魅力和演技之美 让我们共同期待 2024年将成为赵丽颖演艺生涯中的又一精彩篇章 王一博新剧《冰玉火》收视夺冠 三家卫视镜香燃爆 贵州卫视日前宣布将于2月4日播放由王一博 赵丽颖主演的电视剧《尤匪》 这也是尤匪既在香港TVB 海外多家电视台播出后 首次在内地上星 说起来尤匪作为网剧的成绩 真的是意义生辉 尤其是对比当下云和集军不过3000万 就赶自吹暴剧的乱象 简单列举尤匪当年的战报 总播放量超55亿 全战话题阅读量超600亿 讨论度超5000万 短视频播放量近200亿 登腾讯 画册2020年报 腾讯2020最具商业价值剧集 唯一一部 腾讯2020招商年关 WETV2021上半年播放量第一 腾讯年度观众喜爱剧 年度会员至爱剧集 王一博谢允V榜连续50加日第一 连续49日破九 当然 尤匪作为一部老剧在2024新春上星 自然不全凭该剧和王一博三年前的热度和口碑 小编猜测着或许和王一博 陈小主演的电视剧《冰玉火》近期在江苏卫视 山东卫视 广东卫视热播有关 同样是网播几年的老剧 《冰玉火》上星后俨然成了一匹黑马 带着二三线卫视力压新剧 均夺得黄金时段卫视收视率第一 不仅如此 3040多支中插广告 也让几家卫视赚得盆满播满 两部品质老剧在电视台的热播 让观众更期待王一博新剧《长风破浪》 在央视的表现啦 王一博的最新剧集《冰玉火》在三家卫视 上演了一场收视的胜利盛宴 创造了夺冠的奇迹 这部剧不仅在收视数据上成为焦点 更在观众中引发了广泛的热议和讨论 首先 通过《冰玉火》在三家卫视的同步播出 王一博再次证明了它 在影视领域的强大吸引力 观众们热切期待的情绪 让这部剧在首播之初 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剧中王一博的出色表演和角色 塑造为整个剧集增色不少 使得观众们更加投入其中 其次 收视夺冠不仅仅是数字的胜利 更是对王一博演技和知名度的双重认可 观众们对他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 纷纷表示这部剧让他们看到了王一博不断突破的演技实力 也让他们对未来更期待 此外 通过《冰玉火》的成功 王一博所带来的影响力也进一步扩大 这不仅对他个人而言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同时也为整个影视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观众们对他的关注和支持成为了他不断前行的动力 在这个背景下 新春即将到来 有飞的上星更是让观众们迎来了又一场期待 王一博的双距霸榜不仅是他个人事业的成功 更是他在演艺生涯中不断创造辉煌的一部分 期待王一博未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让我们一同见证他在演艺道路上的更多辉煌时刻 愿观众们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支持王一博 共同见证他的成长与进步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